美国阿特兰大三间按摩店发生连环枪击案 最少八死一伤 南韩外交报说其中四个死者是韩瑞 驻当地总领事馆已经派人了解情况 当地警方拘捕一个男人 其中两间按摩的按摩店围住在同一条街 当地星期二接近埃曼 警方接报阿特兰大东北部一间按摩店被人打劫 到场之后发现三个女人中枪失望 其后再接报对面街一间按摩店有枪声 一个女人中枪不治 而在前一小时 一间位于北部的按摩店也发生枪击案 四死一伤 警方其后拘捕一个21岁的白人男人 怀疑与三宗枪击案有关 但未肯定是否针对亚裔